男孩手上的玩具不小心发出了响声 父亲露出惊恐的神情飞奔向他 可没想到下一秒 怪物突然出现 他张开血盆大口 伸出尖锐的爪子 一眨眼的弓子 就把小男孩整个都抓走 残忍的生吞活泼了 从此以后 父母只能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 继续小心翼翼的生活 他们担心发出声音引来怪兽 只敢用手语交流 每天光着脚走路 这种怪物虽然看不见东西 但听力异常灵敏 而且行动迅速 分分钟就能把人生吃活泼 由于外壳的坚硬强悍 导致人类也拿它没办法 所以怪物很快就把地球倒得生灵涂炭 一家人的日子回到正轨后 两个孩子点着灯完飞行旗 但是一不小心 提灯就被打翻在地 眼看火烧了起来 爸爸急忙拿不扑 火虽然及时扑灭了 但动静还是太大了 让一家人坠坠不安 正巧屋顶上发出了巨响 怪物可能已经寻声而来 爸爸巧声来到窗边查看情况 只见几只肥瘦的浣熊 从屋顶上跳到草坪上离开了 一家人这才送了口气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暂时逃过一劫 他们一家人来到别处安居下来 种植了大量的粮食不至于挨饿 安装了监控警惕怪物出现 爸爸尝试发出信号 希望能取得外界联系与志愿 但他丝毫没有进展 一家人都在沉闷中惶惶度日 妈妈的肚子也慢慢变大 他定期检查自己的身体状态 期望新的孩子还会到来 他准备好了木箱和氧气瓶 给房间做好了隔音板 以备后患 自从弟弟的离世后 女孩总是有着深深的自责 因为爸爸曾将他的玩具飞机卸下了电池 但女孩又把没了电池的飞机 交回弟弟的手上 他还不明白怪物的凶险 又顺走了电池 才发生了那样的悲剧 但遗憾无法挽回 在如此严峻且残酷的现实面前 唯有好好地活下去 再加上女孩的耳朵失聪了 无法及时赶至周身环境 来预判危险发生 爸爸便着手改造了助听器 希望能给女孩佩戴上 但效果并不好 女孩甚至不喜欢戴着无用的助听器 她的内心有点小叛逆 对于父母一直不让自己进入的地下室 充满了好奇 就在她打算迈出脚步朝地下室走去时 爸爸一个剑步 将她拦了下来 并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女孩生活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 难免有些郁闷 她不想一直被管束着 所以对爸爸的阻拦感到恼火 对于爸爸递给她的助听器 她也一概不收 但爸爸还是担心她 将助听器塞到了她的手中 这一天 妈妈正在教男孩学习 爸爸想带着男孩一起出去捕鱼 男孩恐惧怪物的来袭 认为出去捕猎很危险 因此一点也不想去 但妈妈用手语教导她 男孩也握住了妈妈的手 耐心聆听她的叮嘱 爸爸也希望能教会她防身的技能 好让她以后能独立面对危险 这样以后妈妈虚弱了 男孩也可以在她身边照顾她 女孩是个爱探险的家伙 她想跟随他们一起外出捕鱼 不过爸爸希望她能留在家中 照顾挺着大肚子的妈妈 毕竟现在妈妈虚弱无助 需要有个人照看 女孩总是被父母约束着 禁锢了自身的选择和自由 感到闷闷不乐 她来到小房间中 尝试佩戴上爸爸留给自己的助听器 当然还是一如往常的听不到声音 女孩在无声的寂静世界中 感到自己不被理解和关注 她的内心很受挫 压抑着自己不要出声 难过地哭泣起来 她又想起了弟弟的死 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和纵容造成的 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里 爸爸和男孩也来到了河边 他们利用捕鱼的笼子 收获了一只鱼 但是鱼的身子太滑了 还没等爸爸将它给拍死 鱼就一溜烟地划走了 眼看男孩惊恐万分 担心拍鱼的声音把怪物引来 爸爸连忙拉住了它 并告诉他在这附近的危险系数不够 不用担心 在另一边 女孩独自收拾好东西 去弟弟遭遇意外的地方悼念 在弟弟被怪物直接吞掉的桥上 他把无法发出声响的玩具飞机 放到了弟弟的墓碑前 安顿好这些 他的心里似乎才不那么难受了 妈妈还留在家中 准备将洗衣篮中的大堆衣服搬去晾晒 不过地上的钉子将洗衣篮勾住了 妈妈试图将洗衣篮给拽开 差点就要发出巨响 虽然最后安然无恙 但那根钉子却立了起来 埋下了隐患 爸爸和男孩来到了瀑布边上 由于瀑布的水声巨大 因此可以掩盖住人生 爸爸告诉男孩可以大声说话了 男孩被憋闷了这么多日子 难免要一吐为快 他在瀑布边痒得头高呼 随后男孩问爸爸 为什么不带姐姐一起来补 他猜测是因为弟弟遭遇意外 姐姐有一定的责任 爸爸这样对他是一种惩罚 但爸爸表示他没有埋怨任何人 因为一家人不应该仇视彼此 在危机关头 更应该互相帮助共患难 他们来到了一栋房子前 里面的老人走了出来 他的老伴也曾被怪物袭击了 不想独活的老人 内心被悲伤和痛苦压抑了太久 他决定放声大叫和老伴一起上西天 哪怕爸爸做出虚声的姿势安抚他 也无济于事 爸爸抱起男孩就开始逃跑 跑了一段路后 就不能再跑动发出声响了 他抱着男孩在树下停顿 果不其然 老人被怪物吃掉了 男孩也受到了惊吓发出了叫声 爸爸在一旁死死捂住他的嘴团 这才逃过一击 独自一人在家的妈妈 也有不祥的预感 他的肚子突然剧痛起来 这说明他就要临旁了 但此刻没有任何人在身边 他只能自己来到地下室 准备亲手给自己接生 但是在下楼梯的过程中 上次拽洗衣篮时留下的钉子 恰好还树立在楼梯上 他不小心踩到了 妈妈被剧痛折磨 却强忍着没有发出声响 但还是砸碎了物品 妈妈明白大事不妙 先把被钉子刺穿的脚挪开 随后亮起了红灯 以警告还没回家的爸爸 家里出事了 没想到怪物的速度那么迅速 就在妈妈准备上楼时 怪物就已经在上面蠢蠢欲动了 但是他临盆的情况刻不容缓 疼痛让他蜷缩起来 几乎快走不动路了 情急之下 妈妈拿出了一个计视器 躲在角落中 当他把计视器调好铃声 丢了出去时 怪物也随之向计视器冲去 妈妈见影开了怪物 就急忙爬上了楼梯 趁机逃出了地下室 然而吸引来的怪物可不止一只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疲惫 爸爸和男孩也来到了家门外 他们看到了屋外亮起了一排红灯 知道妈妈一定被怪物包围了 正巧有只怪物就在门外边 男孩准备好了烟花 准备去引开怪物 爸爸则找出了枪支防身 准备去拯救妈妈 妈妈还躺在浴缸中 准备生产 当男孩在外面放起了烟花 妈妈也在浴缸中生产了 他张大了嘴巴 终于释放了剧痛的叫声 看到烟花后 在桥边的女孩也得知了状况 起身朝家的方向跑去 直到爸爸端着枪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 怪物也已经被烟花吸引离开了 看着浴缸中妈妈淋盆流下的血 爸爸担心她已经遇害了 随着妈妈的血手印在玻璃上 爸爸才发现母子平安 他抱着母子二人 来到了事先备好的隔音房中 但是婴儿的啼哭太大声 还是把怪物给吸引为家了 刚出生的婴儿只能被盖在木箱中 带上氧气瓶以安静的存活 然而放完烟花的男孩 从田野中回家的路上 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男孩害怕的撒腿就跑 却不小心撞上了拖拉机 即刻晕倒了过去 幸好女孩也在回家路上 看到了男孩留下手电筒发出的亮光 但她丝毫没有注意到 怪物就在身后 不过怪物张开耳朵搜寻的声音 引起了助听器的不良反应 助听器发出了高频的声波 反倒让怪物无法忍受 这将怪物驱逐开了 随后女孩试图抓住手电筒 男孩也伸出了手抓住她 姐弟俩紧紧相拥在一起 他们来到了粮仓上燃起了火苗 希望得到爸爸的救助 在爸爸离开家中 出来寻找孩子们的时候 他却粗心地遗漏了煤关的水管 没过一会儿 妈妈和婴儿待的隔音室 就被水灌满了 水声也很快引来了怪物 就在妈妈挪开水箱 准备把婴儿抱出来时 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妈妈非常沉着冷静 将婴儿抱到了水帘后 眼看爸爸还没有来 姐姐想自己回家了 但男孩表示应该再坚持等等 但她一不小心就掉入了粮仓 这声巨响也惊动了家里的怪物 让寻找他们的爸爸也得知了动静 就在弟弟在粮食中挣扎 想要伸手勾到手电筒时 姐姐也顺势跳进了粮仓 她协助弟弟爬了出去 但自己却陷了下去 弟弟急忙伸手去救他 助听器因怪物的到来 再次发出了难听的高频声波 不过这也把怪物折磨地逃离了粮仓 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逃了出来 爸爸也纹身而来 三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随后两个孩子先躲了起来 爸爸则拿出了一把斧头 他知道怪物就在头顶刺激行动 只见他抓住时机 把怪物砍到了一边去 弟弟为了保护爸爸发出了叫声 随着怪物的靠近 女孩的助听器再次发出了声波 他无法忍受助听器的叫声 也不知道之前都是他的高频声波救了他 所以将助听器关掉了 怪物变得肆无忌惮 爸爸也明白在劫难逃 和女孩做了最后的道别 他发出了尖叫吸引怪物 好让孩子有一线生机 男孩只好开车载着姐姐离开 他们终于回到了家中 但爸爸再也无法回来了 妈妈将他们带入了地下室 当女孩看到眼前的一幕 才明白爸爸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 为他改造了那么多款助听器 他却嫌弃地不想带上 想起爸爸的牺牲 女孩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怪物还没有走 他又再次袭击了这个家 妈妈举起了枪 但他明白怪物刀枪不入 这声枪响反倒会引来更多的怪物 就在这时 女孩终于开窍了 他明白是助听器保护了他 当他把助听器打开 高频声波发出的难听声音 也终于呼啸了出 这让他和怪物都备受折磨 女孩顺手将助听器安到了话筒间 随着话筒声音的放大 怪物被高频声波折腾的头都战开 妈妈趁机开枪 将怪物解决了 他们找到了打怪物的方法 不再害怕